提告 我想 今次會議 民法會議員和大致民 是南致有很大的期望 由 Quite可想我們議會 隨着人大釋法之後 可以第一次好長信花營運作 我們主持會議 這個態度和有關的決定是絕對正確的 我們亦都一萬多個支持他 我們議會裏面是有我們的議事規則 我們是不容許任何人提出一些 不按照議事規則去做的事 今天許議員提出的 不是在程序上問題裏面有關的 臨時動議或者其他要求是要得到主席同意 主席一次兩次已經警告了他 最後那次亦都講得很清楚 如果再不停止發言就會請他出會議聽 我覺得主席是應該嚴格執行議事規則 對於有違法的議員 亦都應該按照警告之後有關的成序處理 那我不覺得任君彥主席今天是過言的 另外有其他的非建制派議員 他們是阻止我們有關的職員去執行他們的order 我覺得這個亦都是不適當的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 我們有保安人員 因爲一些非議員 一些議員助理的衝擊要入醫院 我也有去探望他們 他們其實是很痛苦的 是幾種的痛苦 一種是心情上面的痛苦 另外一種是身體上面的痛苦 我們不想我們的保安人員再次受傷 如果那些非建制派議員是要做戲的 走去戲院做戲 不要在這裡搞亂我們的議會 我們希望今天我們的議會 經過正華的擾讓之後 是可以重覆正軌的 我不覺得楊君彥主席今天是過言的 我覺得是恰當的 這個我們會視乎主席的決定 如果有關的議員 當主席有個命令出來之後 其他的議員去阻攔的 其實他們都是違反了議事規則的 我覺得主席都是應該去處理這些有關的問題 他不可以每一次 因為有人 所謂利用這些程序去阻撓 第一 我們保安去執法 以令到議會運作的 我們的議會永遠都不會恢復正常的 我們是贊成這件事 也不是這件事 也都是掩責這件事的 I think President Andrew Leung's decision this morning was right, was correct we have rules and procedures that we have to follow if we don't go by rules and procedures we can't talk about anything els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y are hoping that today's session will go smoothly we do have many things that we have to take care and life has to go on following the interpretation by the NTC but unfortunately one legislator chose not to follow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the president Andrew Leung issue warning three times he still did not follow so I think the president I als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in we're kicking him out thank you you